事情发生在1999年河南省浦阳市梁庄镇西流故村 村里的农民沈运祥早晨像往常一样 挑着水桶去菜地里给作物浇水 路过路边的麦子地时 突然听到麦子地里传来一阵奇怪的声音 刚开始还以为是什么动物 后来越听越觉得像是人的身影声 沈运祥处于好奇 拨开麦子往那发出声音的地方看了一下 这一看可把他吓得不轻了 只见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躺在麦子地里 好像是受了伤 或是生了重病完全失去了知觉 沈运祥见到这个情况不敢怠慢 慌忙从水桶里咬了一瓢水 扶起那个男人 给他灌了起来 那个男人被冷水一击 恢复了意识 一把抢过水瓢 拼命地往嘴里灌着 这个时候 路上又过来了几个路过的村民 大家都很好奇 这个人怎么会晕倒在这里呢 那个男人见大家救了自己 又对自己的事有些疑问 就跟大家说起了他的遭遇 原来这个男人是个盗墓呢 他昨晚跟自己的叔叔在这附近看上了一座古墓 就趁着天黑 挖着盗洞 这男人的叔叔 以前在陕西跟别人干了几年的盗墓营上 虽说没赚到钱 但是听他说 好像是学了点本事 用了半宿的时间 两个人还真的挖出了一条盗洞 找到了古墓 两个人就顺着盗洞 往古墓里爬了进去 打穿了一层砖头以后 就摸索着进了那个古墓的墓室 可能因为不是什么大官 或是皇室的古墓 那里面并没有那些盗墓小说 和电影里看到的那么豪华 只是一间跟砖摇式的房间 很多地方都塌陷了 到处都是尘土 说那儿有棺材 别大呼小叫的 两个人看到了棺材都有些兴奋 这几年古墓行情好 弄出点啥来 都值大价钱 来咱俩一人一根 把它撬开 好嘞 两人拿出了事先准备好的撬棍 就准备把那个棺材给撬开 两根撬棍同时插进了棺材盖的缝隙 用起了力 可这一用力 那个棺材里面痴痴的冒出了几道白烟 好像里面密封的很好 那白烟虽然没有很自闭的味道 我们还是怕中毒 等三斤了 这才赶过去 往棺材里一看 我和我叔都是又惊又喜 令人高兴的是 那个棺材里的陪葬品还真是不少 有黄金 也有玉石玛瑙 可吃惊的是 那个死人居然一点都没有腐烂 只是浑身的皮 有些干扁 说 这回咱们可发财了 是啊 这次可都是自己的 我们没管那么多 视线都被那些黄金玉石吸引住了 我听我叔说过 死尸不符 要不就是棺材密封的好 要不就是嘴里有猪子 就掰开那个死尸的嘴 没想到还真有一颗大猪子 说 这是不是值老多钱了 我心不得把那颗猪子抠出来 拿给我叔看 哎呦 你的手套呢 你刚才抠猪子的时候 没戴手套吗 没想到我叔当时就叫了起来 似乎看到了十分可怕的事 你这样啊 会让死者诈尸的 会害死咱俩的 不 不 不会吧 原来他是发现 我当时没有戴手套 他说 那样会让死者诈尸的 这个时候 我叔回头一看 只见那个棺材里的死尸 不知什么时候 已经坐得起来 不好了 他真的诈尸了 快跑啊 我叔喊了一句诈尸了 就让我们快跑 虽说是想着快点跑 可当时我们俩都恐惧到了极点 一双腿死活是不听使唤 可那个死尸不知怎么回事 非常的迅速 很快就来到了我们俩跟前 还愣着干啥呀 快跑啊 我叔反应比我快些 使劲推了我一把 让我快跑 我这才反应了过来 我慌忙向道洞的方向跑去 而我叔就跟在了我身后 我一头就钻进了道洞 手忙脚乱的往里爬着 可这个时候 我听见后面传来了 我叔的一声惨叫 我连忙回头一看 可没想到看到的 是那样恐怖的一幕 那个变成僵尸的死人 一只手插在了我叔心脏的位置 把整个身体都给插透了 一把抓住我叔的心脏 就放在嘴里嚼了起来 那咯吱咯吱的声音 令人毛骨悚然 我那个时候吓得魂都飞了 根本顾不上去想我叔了 只知道赶快跑了 那个时候感觉那个道洞好长好长 听着后面有个声音 一直跟着我 终于我还是爬出了那个道洞 可我知道 我不能停下 那个僵尸一定就在后面跟着我 可是我的精神 那个时候已经惊吓到了极点 跑得慌不择路 突然被一块石头绊了一下 就摔倒了 然后就晕了过去 大家听了那个男人的讲述 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看那个人也不像是撒谎 可如果要是真的 也真是活乖呀 后来不知谁报了警 那个男的被警察带走了 后来听说警察带着那个男人 在附近的地里真的找到了道洞 那个男人因为盗墓被判了刑 但是警察在那个古墓里 并没有发现他叔的死尸 也没有发现什么僵尸 就分析 是那个男人在盗墓时吸进了有毒气体 产生了幻觉 可是大概过了半个月左右 听说离这里不远的一个村子里 一家人傍晚做饭时 在草垛里看到了一个穿着古装的僵尸 因为听说那个东西晚上会活过来伤人 就趁着太阳还没落山架在木头上 这烧了 据说烧的时候 烧了很久 那个僵尸才被烧成了灰烬 还有的说 整个村子都能闻到刺鼻的臭味 但是这些都是传闻 无法证实了 夜明天 毫不见 吴 咱跟 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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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